十救護眾生講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刚刚修这个仪轨 我每次念的时候 我自己都心里告诉自己 我们实在是太太太太有福报了 世间最精髓的修行方法 我们已经都能够听闻实修 太好了 所以从这个仪轨里面 各位先放到140页 我们简单简单的说明一下就好了 因为这个仪轨那个时候 我们也是从主望仁波切那边 跟他念过 大宝法王也传授过 所以41页一开始 我们碰到了痛苦 我们一定要齐请观世音菩萨加持 所以齐请本尊加持 所以特别在第四行 流转无尽苦苦轮回中 众生历尽难忍无常苦 你想的 所有的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些众生 流转在无尽痛苦痛苦 苦苦坏苦辛苦苦苦 又生病心情又不好 又老又孤独心情又难过 所以你看那些猪 他的身体也痛苦 他被杀的时候更痛苦 所以流转无尽苦苦轮回中 众生历尽难忍无常苦 众生就是妈妈 爸爸妈妈 经过了没有办法忍受的 无常的各种的痛苦 没有办法忍受啊 所以舍离观音菩萨无能救 离开了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 谁能够得救呢 所以祈愿令正如来一切之 所以为了如此 我们更要努力的行慈悲 愿自己跟所有众生 能够得到如来的圆满的智慧 不但能够致力 更能够利于众生 那众生为什么会六道轮回呢 这个重点 我们来看啊 无时累劫所惧诸恶业 我们不断的烦恼造业 特别是因为称恨心 我今天下午 我们还特别到云顶高原 我们早上就去了 去一个很高的地方 刚好今天误很多 做很大的焉供 很发喜 所以 称怒恨心 隐身地狱道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生气 称怒恨 你就去伤害对方 一下地狱了 一下地狱以后 最最最短的时间 191年 各位你感冒三天 你就受不了了 你头痛一个上午 你就受不了了 他们是最短的 191年 不间断的 一段 不断的痛苦 没有停的 死了又生 死了又生 然后再下去 再乘以四倍 十八成 你好好算 到了阿比地狱 那种 不让你死了 反正就一直痛苦 乌坚地狱 所以你要想 哇那些地狱这么痛苦 众生历尽难忍寒热苦 地狱里面就大寒地狱 大寒 那个皮肤都裂开 像莲花一样 包裂 大寒 大热地狱 那种温度几千度 几千度在烧着你 大热地狱 所以各位你要观想 这些 自己也会怕 哎呦 我绝对不要有嗔恨心 去造恶业 去伤害众生 我要帮助那些 因为嗔恨心 现在正在地狱 大寒大热 受无量苦的 爸爸妈妈赶快离苦 祈求观音菩萨的加持 让地狱清凉 变成净土 众生离苦 所以 念佛 诵经 词咒 都要有一个强烈的 强烈的一种 悲心感受 求 求 求三宝的加持 所以我想各位呢 就像我自己一样 我之所以能够出家 是因为我妈妈得了癌症 我跪在那边送地藏经 我跪在那边发怨 所以我永远都要用这样的心 来念地藏经 来念佛 因为不愿意自己的母亲 受一点苦 所以我永远都记得 她在痛的时候啊 那个病床都还在动 我还拿着 哎呀 赶快 太发烧了 我跑去拿冰块给她 一下又太冷 又拿棉被给她 哇 生命真苦啊 不但自己的妈妈苦 因为你住在医院才知道 那边叫那边苦 那边叫那边苦 隔壁房的是心肌梗塞 一痛起来 挨背救护 心肌梗塞 然后呢 她就拿着 跟她儿子拿剪刀过来 拿剪刀过来 我要吵架 因为太痛了 她心肌梗塞 然后等她痛起来以后 然后又 又没事了 这样 她没事以后 又开始要算钱了 这样 因为她的钱都 她儿子媳妇都不上班 因为钱都在妈妈手上 妈妈不给他们 就藏在孙子那边 我就不让她知道 这样他们才会孝顺 然后一痛起来又要自杀 生命太痛苦了 在隔壁的我又去看 她躺在那边太久了 她又得癌症 她身体就烂掉 一个洞 不敢看 不敢看 所以各位年纪大了 老了 那个伤口不会恢复的 不会恢复的 越烂越烂 所以我在医院里面 太痛苦了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 我以前忙着赚钱 忙着去云顶 对不对 云顶 所以我每次去那边我都很惭愧 我今天还讲 哎呀 有佛法真好 你看因为有佛法 我们来云顶来做烟共 以前没有佛法来云顶 拌到要死拌输狡 今天还有一个菩萨过来讲 师父你都不知道 云顶有个规定 只要输 输一百万的 他可以免费住在这边 吃到老 只要他不赌 我说真的有人住 哎呦 很多人住在那边 你只要输一百万 你住得老 吃到老 吃到死 云顶给你吃 但是你不能再赌 我说这样还划不来 干脆你输一百万 住在清水园出家 那还有道理 但是因为有佛法 我们生命改变了 真好 真好 那也没有佛法 就下地狱了 所以现在看到了地狱的景象 自己就说 哎呦 好在哦 好在有学佛 但是不能光想自己 怎么帮助对方 怎么帮助对方 所以各位 不要生气 撑怒恨心 会下地狱的 隐身地狱道 所以梁皇宝灿 赶快来拜 今天已经第二天了 明天要第三天了 你再不拜也不买乎啊 所以要很虔诚啊 所以各位在这边拜 我们到外面去 去收功德回来回向 这样知道吗 每次他们拜的时候 我就导致外面去做功德 拜托人家做功德 为什么要 要汇集 汇集在这个梁皇宝灰里面 所有牌位嘛 对不对 所有小宅子 不但这边汇集 我用了各种方法 在国外很多地方 一直做功德 所以各位 如果你没办法来参加 至少你也很努力的 在那边做功德 好不好啊 努力的做功德 就像你白天没来 晚上来 把钱带来 把功德带来的意思啦 我早上做了什么 所以明天来 后天来 晚上再给一张条子 今天做什么功德 报告好 贴在墙壁 因为要把这个功德榜 以前人家功德榜是写钱 我们不用写 我今天念了十万遍 阿弥陀佛 我把你贴在功德榜 我今天该生气而不生气 哇 打功德 贴在墙壁上 这个功德我们要回向 所以再来 无时累劫所聚诸恶业 千贪令舍 隐身恶鬼道 所以各位 一直不识 一直不识 别人要的你就给 管他呢 先给再说 钱要越拿越多 你摸越拿越少 只想进来 不想出去 不行 这个世间什么都带不走 钱带不走 特别像我们这个上的年纪 我已经57岁 应该58岁了 我刚刚在描述 以前是气球种种了 现在不小心打开 一下就没有了 所以刚刚我们打听了先生 还问我说 我们认识海涛法师多久 十年了 现在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各位呢 赶快赶快奉献 赶快结缘 因为哪一天跑不动了 不能讲话了 躺在床上了 对不对 可能要往生了 要死了 什么都带不走 生命必定死亡 唯一能够带走了 是一些善业功德 有听到对不 对对对 什么都不用管 什么房子几栋 你盖几间佛室那有用 布施了多少佛像那有用 供养了多少出家人那有用 其他什么都带不走 儿子女还是偷借 带不走 找你要债而已 所以还是要还债 但是赶快做功德 所以各位 千贪令色 隐身恶鬼道 恶鬼道的痛苦 你形容一下 众生历尽难忍 饥可苦 没饭吃 没水喝 没衣服穿 冷风一来变热的 太阳一晒变冰的 恶鬼道 很奇怪 太阳越大它越冰 天气越冷它越热 颠倒了 凉凉的水变硫酸 所以那种极又热的痛苦 祈愿往生净土佛罗 佛陀拉 欧玛尼百名 一直观想 所有恶鬼城 一直往生极乐世界 各位要观想 所以你要念欧玛尼百名 你要有这样子的悲心观想 自己又有出离心 好恐怖啊 我不应该再千滩令射造恶业 对因为千滩令射而堕落恶鬼 更有大悲心 所以佛法是两面 再念一下 出离心 大悲心 对自己有出离心 我不应该再称恨了 我不应该再吝啬了 看到众生在称恨在吝啬 神情大悲心 我一定要让他离苦 我会如此 所以欧玛尼百名 第三 无始惟劫所具诸恶业 无名于此引生畜生道 无名于此 现在很多人读到博士 读了各种的语文 但是他就不了解佛法 这个就是无名于此 无名于此 可能他学了很多东西 他认为他很懂 他很懂 他执着 不信因果 不了解 完全没有一个自信的我 他认为我成功了 那这就是无名于此 有一个强烈我直 而不信因果 所以他将来做畜生 畜生就一辈子那个个性 一辈子没有机会听我佛法 所以甚至还不断的被杀 所以众生 历尽难忍 安雅苦 听不见 很多畜生 没帮我听 蚂蚁 蚂蚁没帮我听 蚂蚁没有眼睛 只要触解 对不对 很多众生 狗 狗 会讲话 噢噢噢 其实他讲不出来 所以 各种的众生 所以祈愿往生 依护本尊前 希望他往生 保基督来 希望他往生 观音菩萨的净土 所以各位要这样 想的 所以念月酒也好 像我一生念 牛聪明 猪超度了 感谢观看